人生万变,恩典不变 恩与彩虹 今天是2022年7月24日 星期天下午4点钟 欢迎来到恩与彩虹 我是Beauty 你好,我是小兰 无论你是透过多伦多AM1540 星岛A1中文电台 或者是YouTube频道 收听我们的节目 都欢迎你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同样的非常丰富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 今天7月24号 距离10月31号 还有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由恩与之声以及SoulLab 一起联手主办的 传承正片全球福音短片创作大赛 2022 今年的主题是 Together一起 那五项奖项呢 分别是 传承正片大奖 最佳剧本 最佳摄影 最佳导演 还有网上人气大奖 一定要提的就是奖金了 奖金 哇,那个奖金总值加币一万块 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用心 因为呢,他们还特地帮你补课 就担心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参加 所以他们有这个大师传承班 让有兴趣在这个编剧啊 导演啊或者幕后制作的朋友 都可以来上课 对,如果你错过了6月25日的编剧班 那接下来不到一个星期 7月30号就是星期六呢 我们有导演班 有著名的导演 编剧 观信辉导演来为大家指导指导 而且呢,要告诉大家 因为地区的那个时间不一样啊 所以呢,马来西亚这边的地区呢 是晚上的11点 那要提醒大家 那因为beauty上一次就错过了 所以其实可以调一个闹钟 在不同的时区都可以参加的 上一次我参加的时候 有来自中国啦,台湾,香港,加拿大 还有美国 当然我是马来西亚的代表 都在参加 也要说一下 如果到时候呢 我们真的是大家都在课堂上 我们就互相打个招呼 同学,我就等你咯 对,说到电影 今天beauty要介绍我们一部电影 对,就是2011年的 出不可及 Untouchable 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 有很多的一些内容 值得我们省思 那说到电影 接下去呢 我今天的分享 也是关于电影的 不过是关于影城 哇,好期待哦 昨天,今天,过去不再回来 红叶,落下,色彩便苍白 从前直到现在 爱还在 远去的你飘泼 白云晚 痛爱 嚷嚷悲哀 在世上 命运不难更改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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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相爱 难道这是 上天的爱 不再相爱 啊,你飘泼 啊,你飘泼 情人离去 永远不回来 无言无语叹息爱不在 虽然光辉里我难会重看 望如隔世的爱在白云外 痛爱让人被离开 在世上命运不能更改 分开不能再相爱 难道这是上天的安排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恩与大电影 最近Beauty看了一部旧电影 所以在恩与大电影 要分享这部2012年的 《触不可及! Intouchable!》 《触不可及!》这部电影 说的也是人生的苦涩 因为跳伞意外的富豪 它景象以下全身瘫痪 但是影片一点都不悲情 反而是喜剧效果非常突出的 一个写实剧 那两位主要的男主角 一黑一白的演绎 是法国荧幕上面 从未见过的精彩组合 那由于导演呢 他也是外来移民的后代 所以他在处理种族文化 阶级分野上的态度 也相当的持平 并不存在任何的 种族启示的情绪 电影讲述白人富翁 Philip还有他的仆人 Driss的友情 两个风马牛不相及 一黑一白 一富一穷的主谱关系 一拍即合 Philip意外事故 瘫痪在床 不停地更换护工 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那黑人小伙子Driss呢 是一个有着偷窃 前科 整天不务正业 甚至是被自己的妻儿嫌弃的小混混 那两个人无论是在地位 或者性格上都天差地别 可偏偏Philip他就看上了 这个不把他当残疾人的小伙子 那在照顾Philip的期间呢 大咧咧的Driss常常就错误摆出 例如说洗澡时又分不清沐浴乳 或者是乳霜 然后直接就把脚霜就涂在Philip的头上 或者是喂饭的时候 Driss只光看着 就是一直顾着看女助理 然后就把饭呢 就捅到Philip的眼睛上 那其中一个最让Beauty印象最深刻的画面就是 为了测试Philip他的腿是否有知觉 他就把开水 烧开水哦 就浇在他的腿上 那这种这样子的举止呢 让Philip的助理既震惊又无语 但是Philip他却乐在其中 Driss的妈妈呼呼 不拘小节 对Philip来说 原来是一种放松 更是一种乐趣 那他常带着Driss一起去欣赏高雅音乐 参加画展 他还帮助Driss完成了画作 卖了一万多块钱 Driss也没有把Philip当成一个残疾人 反而是不断地鼓励他振作起来 那没事的时候 还会陪着Philip去抽烟喝酒按摩 那甚至带他去玩滑翔伞 Philip在Driss的影响之下 性格变得乐观开朗 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那Driss也在Philip的感染之下 变得通勤达理 不再靠暴力解决问题 反而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 那在生活当中 没有谁的日子总是一帆风顺 也没有谁的心情总是欢喜愉悦 那我就想到 有一段好的关系 其实不只是一昧的给予或者是接受 而是彼此欣赏互相成就 我们人这一辈子最幸福的并不是高朋满座 功成名咒 而是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 能有人来帮助你 扶持你 彼此心意相通 不离不弃 当我们跟谁在一起舒服 你就跟谁在一起 包括朋友也是 那累了就躲远一点 能入我心者 我代以君王 不入我心者 不屑敷衍 人生在世 最惬意的 莫过于和舒服的人在一起 放松随意 温暖从容 感情是没有模板 只有彼此真诚 相处也没有形式 只有轻松自在 这部电影的动人之处 是他不以励志的格局 去说一个励志的故事 他甚至也没有什么机关算尽 去设计一个 转人热泪的感动味 但两位男主角的友情 就从生活细节里 细细累积 这部电影 不矫情作作 加上种族融合的调子 都令本片成为 经得起细微的励志佳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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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经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逢新天下午4点到5点 欢迎收听一个满载能量的节目 恩与彩虹 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陈竹恩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 这少年漂流的痕迹 迈出车站的前一刻 竟有些犹豫 无尽笑着景象亲切 仍无可避免 而上夜的天依旧那么暖 风吹起了从前 从前出示着世界 看着天边 死在眼前 也甘愿不等到火去走他一遍 如今走过这世界 恩与彩虹 翻过岁月 不同侧脸 错不及房闯 入你的笑页 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 也沉溺于情中梦化 无得真假 不做挣扎 无趣笑话 我曾将青窗翻涌前逃 也曾指尖叹出世相 心之所斗 且就此缘去吧 你这光行走人风吹雨的 短短的路走走停停 也有了几番的距离 不知抚我的是苦是海 是很新奇 也许起来的不过是雨 世间为敌 再次看到你 为了晨光里 笑得很甜蜜 从前出示着世界 万般流烈 看着天边 死在眼前 也甘愿赴躺到火去走他一遍 如今走过这世界 万般流烈 反过岁月 不斗残怜 走不及放闯 落入你的笑页 我曾难自拔 于世界之大 也沉迷于其中梦化 不得真假 不做真假 不去笑话 我曾将青春 翻涌成他 也曾指尖 叹首射下 心之所都结就 最远去吧 晚风 晚风吹起你并肩的白发 抚平回忆留下的疤 你的眼中明暗交杂 一笑神话 我仍敢参与世界之大 也沉醉于二世情话 不真真假 不做挣扎 不悔笑话 我终将青春 还给了他 连痛之间 踏出的山下 心之所空 就随风去拉 你爱致命 你还愿意吗 我未来 你还愿意吗 人生万变 恩典不变 恩羽彩虹 Beauty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喜欢看电视节目吗 当然喜欢啊 但是你看到自己在电视里面 出现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 其实挺奇怪的 你会不好意思 我也不好不要看了这样子 我跟你说通常真的会这样子 真的啊 你已经是这么资深的演员 你也会啊 会 但是如果遇到我觉得 自己对那个角色演得还不错的时候呢 你又会挺欣赏自己 OK 那电视呢对我来说也就是电视机 当然我喜欢看电视节目 那每次我看到我家里的那部电视机的时候呢 都提醒了我一件事情 就是呢 我是一个很有福的人 我是一个很受祝福的人 怎么说 因为这部电视 因为这部电视机 它让我踏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次 到美国去旅行 哇 所以今天就是要分享小兰你的电视机的故事 故事 对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参加一些的书展 因为我们有一个摊位 就是基督教的摊位 因为我的牧师呢 他是一个开脱口秀 就是录制成很多的DVD 所以我们在那个书展 当然就是要售卖这些的DVD 然后你要播放给人家看嘛 那第一次呢 我们去的时候没有什么经验 我们只是带了我们自己的一部 很小的手提电脑 去播放 通常我们都会放那个projector 就是那个影像 投放投射机 小姐我们的摊位不大 我们怎么可能放那个影像 就主办单位也不会让你 最多你只是在你的摊位 有一个电视去展示 这样子 那然后呢 我们看了那个画面 实在太小了 真的因为我的牧师的 讲到的内容很吸引 因为他是讲脱口秀嘛 就吸引了蛮多人 但是因为太小 声音也不够 所以就变成那些人就 来来走走 来了又走 那后来呢 在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就痛定思痛 我说我们这次好不容易 也要投的这个摊位 不是就是要用一笔钱 去把它租下来 一个礼拜 一个舒展的摊位 那然后我们说 既然我们就出了这笔钱 去租了这个摊位 那不如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影像做得好一点 那因为我家的电视机呢 还是那个很旧的那种 很大块一个有没有 厚厚重重的那种 对 那是不可能搬过去 那个舒展的 然后我们说 不如我们去买一部 因为那时候已经出的那个 推出了那种什么 液晶的电视 对 电视机 那我们去买一部吧 那我们去的时候呢 有个同事说 告诉我 那家的电器行 有做那个 促销 有奖竞赛 有奖竞赛 就是你买了 买上多少钱 就可以参加 他们的一个竞赛 这样子 那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我们就 以我们自己的budget 就买了一部电视 那在付账的时候 我就跟我的先生就谈 他也是我们机构的 同事了 那我说 这个是我们自己出的钱呢 还是用机构的钱呢 因为毕竟这个是机构 在使用嘛 然后我的先生说 那就用机构的钱吧 然后我就说 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这部电视机 在我们的书展 十天 完了之后 我们把它搬回家 我们就要把它 再重新的 封起来包起来了 等我们下一年的书展 才用 因为这是机构的 浅出的 所以我们自己 实际下是 不能用 对 也不应该拿来用 那我先生想了一下 又想了我们家里的那一部 很重的 我们说的 很老牙的 很旧的电视机 那他说 我也想 我们自己也是时候 换一部电视吧 那所以就说 我们自己出钱 就变成整个不一样了 我们自己出的钱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电视机 借给机构使用 在书展那边使用 那结果我们就 付了账 然后也拿了那个参赛表格 那就说 我们回去试一下吧 那过后呢 真的因为这部电视机 大概有50寸 然后就搬去书展那边使用 那真的吸引了很多人 就比去年留下来 观看的人多 然后也 我们的DVD也销的 那个销量不错 当然不是 我们不是为了赚钱 我们希望更多人 透过这些DVD能够看到 因为我们的牧师 他的脱口秀里面 讲很多人生的道理啊 那最后呢 也邀请大家相信耶稣 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主 后来的那个 游奖游戏呢 当然我就没放过了 虽然我就知道说 中奖的几率十分的低 但是也很幸好 因为那次我还记得 他的那个游奖呢 他是说 涂一幅的图画 就是他有一幅图画 你去把它涂颜色 上色 对上色 然后后来呢 因为在书展 我也遇到了 我的另外一个同事 他是做 他也有另外一个摊位 然后他是 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 那我就请他 能不能帮忙 帮你挥笔 对 真的 你聪明 然后他就帮我挥笔了 那结果呢 后来我们就赶在 那个截止日期的 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天吧 就将这个参赛表格 寄出去了 你平时也会这样子 参加这种比赛吗 曾经有过 我距离这次的中奖 是差不多二十年的事情了 说真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呢 就常常也不太相信 这些 我们都知道 这些比赛是真的 可是从来是不敢相信 自己的运气 对 其实我第一次 参加比赛呢 是在 那时候得奖的 那个奖品 是到香港去游玩 其实我第一次到香港去游玩 就是中奖去的 怎么你都中这些大奖 那是很多年前了 那然后就 这一次呢 这个的奖项呢 他是如果中奖的 他的奖品 是到东京的 这个Universal Studio 去玩 对 而且这是一个trip 这样子 一个家庭的trip 奖金奖品 就是非常丰富 那然后我们寄出去了之后 我在先说 一定就不会中奖的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是 然后但是我觉得 我就很坚持 我说去试一下嘛 反正我们就是计而已啊 如果不中奖 也不会怎么亏本啊 这样子 那结果 后来 我们就 中奖了 而且呢 他好像只有一份的头奖 就是我们都中了 哇 我平时连一个饭锅都中不中 不过我在这件事情当中 我觉得说 那个那一刻我觉得很感恩 就是你看 我觉得是上帝给我的祝福 因为你想 我们付出的一些的钱 然后说好吧 我们大方一点吧 我们慷慨一点 借给 借给 就上帝你用吧 是 但是结果 你知道上帝的祝福是 你就承载也承载不住 你想想看 那部电视那时候 大概好像五百多块吧 但是我们的那个trip 是价值四千块的 一个旅游配套 哇 但是后来我们去不成 为什么 去不成东京 结果就去了美国 是怎么一回事呢 稍微来告诉你 谢谢 吃着那汉堡堡 却想着睡觉 在Chinatown 却找那家乡的味道 针天夹着刺 在那花满兔花的街上摇 陌生的灰尘 也偷偷的在笑 外国的月亮 究竟远不远 只有盛香的白色 在我心里面摇晃 针天夹着刺 在那ABCD的街上摇 快乐不快乐 我也不要知道 纽约的时机 做着北京的梦 你每个笑容 还在我脉脖里战斗 小小的车 记载弯弯彩彩的路 感觉像那高速公路飞跃的风 纽约的时机 夹着北京的梦 每一朵白云 像是模仿你的面容 小小的车 拥有宽宽烂烂的街口 像你的眼睛 为何依然那样弄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赛赛地舞打倒 感觉好无聊 喝一口 喝一口 却享受家乡的味道 转钱夹着刺 在那红灯 绿灯的街上摇 那里可邂逅 你可让我知道 你每个笑容 还在我脉脖里战斗 小小的车 记载弯弯彩彩的路 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跃的风 远的时机 夹着北京的梦 每一朵白云 像是模仿你的面容 小小的车 拥有宽宽烂烂的街口 像你的感觉 为何依然那样弄 像你的感觉 为何依然那样弄 像你的感觉 为何依然那样弄 人生万变 恩典不变 恩与彩虹 那刚小兰你说你赢了那个大奖 可以去到东京的Universal Studio 哇 真的是谁都很想去 可是重点是最后去不成 结果还给你一个更大的 对 没错 因为之前呢我们就一直在 很好他交了给一间的公司 那个公司就说你们什么时候启程 给我日期 我就给你们安排酒店啊 机票啊等等 结果呢我们拖了一段时间 东京 那时候日本开始有那个海啸 tsunami 就是tsunami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不敢去 因为不晓得会其他地方也受到影响 那对方也很好 他说我们也晓得 那我们再开会讨论一下 要不要给你们换地点 那你们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说 会不会换地点换其他可能更比较低一点的 对啊 对啊 因为通常就东京已经很好了 对 而且奖品呢还包括就是半个小时的直升机 的那个trip 对 然后当然还有免费可以入场 去到Universal Studio去玩 那所以好像你说的 东京有事情 他可能他们开会再换 但是我们也没有想太多 因为我们对这个Universal Studio 不是太熟悉 然后最后他回复我们了 他说因为这个东京没有办法去的城 我们帮你们换到美国的LA 哇 这个真的是 我跟你说那时候你相信吗 当下 那时候是 你什么心情 那时候我的心情啊 我说美国好像没有什么概念 因为根本没有想过 可以有机会去那个地方 哇 所以就是连那些Visa 所有东西都帮你们处理 当然没有 Visa就是要自己出啦 但是我觉得OK啦 因为美国耶 如果你叫我自己呢 叫我自费去美国 好像美国没有在我的旅游的list里面 因为那个Visa很难申请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对对对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过程 然后后来我们拿到了这个之后呢 我的先生说 他居然好像有upgrade的感觉 让我们去美国 而不是downgrade 因为你知道新加坡也有Universal Studio 我刚刚正想说 会不会就给你去新加坡 对 我先说幸好他们没有给我们去新加坡 然后我们就去 对 我们就去申请做Visa 对 因为很多朋友都说 他未必能够成功的 而且呢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有四个位置 我们只有两个人嘛 所以我们就邀请朋友 本来我邀请我的亲戚 但是他就是担心那个Visa的问题 他说 听说如果Visa不过关的话 就连那个申请费也没有办法拿回来 然后我心想 哎呦 小姐我送你这个trip是两千块 不是四千 四十千耶 我就有四万块的一个trip 四万块耶 对 因为机票啊 还有酒店啊 还有helicopter trip啊 所以那个机票就是连四个人的机票 对 对 哇 然后后来我就 我的那个表姐她就说 我就想说我给你这个二十千的一个trip 那你连那几百块你也担心 对啊 那我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很难 因为他已经在问我了 他说那你们去到当地 因为当然那个用餐啊什么 里面的花费就是我们自己 他说你们会不会去很贵的餐厅啊 他连这个也担心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即使我觉得是一个祝福 我要请他去美国 反对他也受了一个负担 对 而且是压力 那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话 而且我也问过你了 那我就很心安理得的 好吧 那我就送给 就问其他的朋友 那结果就 后来我就想说 我要不要找一些 已经有了Visa的朋友 那就不会那么麻烦 因为已经 delay了很久 就问来问去啊 他说这个这个 结果到最后 我就说不如我去找 有Visa的朋友吧 我就想起了我们的一个朋友 Beauty你也认识 就是张思荫 就是也是我们马来西亚的 一位福音歌手 对 然后为什么他有Visa呢 这个也是我要讲的 因为那时候他也是 他去参加一个福音创作比赛 然后进了决赛 决赛要到美国去 所以他已经买了机票 但是呢他还没有申请到Visa 他在出发前的一天 可能就是很 那个时间很紧迫 就是他出发前一天 他才去美国的领事馆 我们这边要申请要做Visa 那要去做那个申请这个签证 然后他说 因为我要去参加这个创作比赛 然后那个Officer官员就说 是吗 你要去参加比赛吗 唱歌给我听 对 你听过这个故事吗 没有 没有 他就说你唱歌给我听 你唱一句来听听 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那个朋友 叫Awin的 他就说 Now here 他说yes 然后他就 他就很尴尬的 结果唱 哼了一句 哼了一句歌词 然后那个签证就批下来了 我觉得 真的是上帝做事很奇妙 对 所以因为他这样子 他有告诉我过这个经历 所以就马上我就想起他了 我记得 对 这个人是有 肯定有 有签证的 结果后来他还去 因为他的一位哥哥 也在美国生活 结果他就说 好吧 那就他就邀请了他的妈妈去 结果我们后来的那个trip 是一个很 是一个梦幻组合 因为他妈妈是中医师 你知道 然后他出门的时候 他妈妈还带了 他的针灸的那个针 他说 如果你们路途上 有谁有什么状况的话 别担心 我有药粉 我还有 我有中药 我也没有这个针 因为我是最担心 这么长的一个旅程 我会不会不舒服 因为长途跋涉 又怕就是水土不服 对 毕竟人家是第一次去美国嘛 所以结果那个trip怎么样 结果呢 因为他哥哥也在那边 他哥哥是在 Boston 就可以当你们的地培了 对 他哥哥从Boston飞过来 我们当地培 然后因为 Owin他的妹妹说 我也没去过美国呢 我也想去 结果妈妈就说 好吧好吧 就让他也去 他就跟一个朋友一起去 他的妹妹是报馆的记者 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 所以我们有了摄影师 随团的摄影师 然后呢 其他的好像 因为我们过后 我们还留下来 我们还去了 因为毕竟第一次到美国去 我们也想去其他地方 结果我们会去 Las Vegas 然后去三藩市 然后最后再到LA 因为我们的机票 是在那边来回的嘛 然后这些所有的 一路上的那个交通啊 还有那个住宿啊 所有的东西 都是Owin去搞定 就是因为他已经有概念了 然后他就去编 就成为你们的导游 对 你们的领队 你们的领队 对 他去过美国两次了 所以我们去那边 就租了车子 然后因为我先生 因为美国是 Left Hand Drive 跟马来西亚不一样 马来西亚是 Right Hand Drive 然后我先生 他刚好在菲律宾 住过的几年 他是 Left Hand Drive的 然后他也去 拿了一个国际的护照 哇大家真的是各司其职 都有了 对 然后大家都最后说 那你呢 你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说你这么一个 梦幻的团队 你有了司机 也有了地培 有导游 还有随团医师 对 又有摄影师 那当然你需要一个游客啊 你需要一个游客 来享受这一切 全心享受你们的服务 对 那你们的服务也要有个对象 我就是那个被服务的人了 哇 你真的是超级蒙福耶 对 所以那个 那个trip 而且呢 很多人去了一个trip 之后回来就发现说 原来你有这样子的习惯 然后我们 好像以后就减少见面 或者是心里面有一个芥蒂什么的 但是没有 反而感情更好 对很开心 对 回来我们继续一直在讲 说什么时候再去 结果 十年过去了 我还没有办法再成行啊 一定会的 反正这个 疫情过后呢 我相信大家 现在想旅行的心 更加的强 更加的浓烈 对 而且呢 我还有一个收获 就是牧师说 因为之前我先生 一直不要把那个 决赛的参赛表格递出去嘛 结果后来因为听了老婆的话 然后牧师就说 你看听老婆的话 多好 想要和你低空反省 和你倒出手机扬轻 假如迷雾你看不清 不如坠落的心灵 想带你从吵闹到安眠 想带你从多云的专情 想要为你整理整理 为你倒出手机失去 要过了每晚给你忍拥的时间 分退后写着我们没看完的影片 离开后的时间你是否还失眠 从不熬夜的我也明显黑了眼圈 你算了忘了我依然陪在身边 你亲手前发现从开始到终点 又重演 我想和你 一起闯进森林潜入海底 我想和你 一起看日出到日落天气 我想和你穿过格力 为之和学着内心 我想见你 穿过教堂和人海拥抱你 我想和你 我想和你 想要和你低空繁星 和你的手机扬轻 假如迷雾你看不清 不如坠弱的心灵 想带你从吵闹到安眠 想带你从脱病的专情 想要为你整理着你 为你当首选举 如果我每晚给你忍拥的时间 分退后写着我们没看完的影片 离开后的时间你是否还失眠 从不熬夜的我也明显黑了眼圈 你算了忘了我依然陪在身边 你心初见浮现从开始到终点 又重演 我想和你 一起闯进森林 潜入海底 我想和你 一起看日出到日落天气 我想和你穿过格力 为之和时的爱情 我想见你 穿过教堂和人海拥抱你 我想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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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路过那家咖啡店 这些有陌生的地点 住宿希望你的身影会出现 爱没说出口的抱歉 听和你也变得诺言 抬头闭眼 让泪流流进心里面 我想和你 一起闯进森林 潜入海底 我想和你 一起看日出到日落天气 我想和你 穿过格力 为之和时间飞行 我想见你 穿过教堂和人海拥抱你 人生万变 恩典不变 恩与彩虹 哇小兰 你经过这个梦幻之旅 美国之旅过后 你对于这样子的 我真的很想问 你对于这样子参加比赛的 这种心情 这种心态 就是还有更积极 哇觉得以后 一定会更积极去增加 这样子 其实我那时候觉得 已经很满足了 就因为美国之旅 我其实对它 没有什么概念 之前我觉得 应该还好吧 因为我 我比较喜欢香港 然后后来去了美国之后 你真的觉得 哇 这是一个 很好玩 很大开眼界 而且我们还去当地 因为我们住了民宿 我们还去当地的超市 我们买东西回去做 自己做饭 然后真的很有 在当地生活那种感觉 不是只是游客 去民生地 结果就觉得 哇 真的很 武汉 而且对 我们还有那个 Helicopter Trip 对对对 怎么样 因为其实本来是东京嘛 然后后来 他们说去了美国 换乘了去美国之后 那个 因为那个 cost比较高 所以他们就 他们就说 我们那个Helicopter Trip 我们能够从半小时 变成15分钟吗 好过没有啊 对啊 幸好他没有说 完全取消 对不对 对啊 然后 我也是第一次 坐直升机 真的好开心 好开心 我真的很贵 因为刚刚就昨天 我才跟我的朋友 他们聊到 他的儿子就是成为 就考了直升机师 的执照 执照 然后他说 真的很贵 就例如说 在马来西亚 可能就真的是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就要好几千块 所以 真的是 如果你刚刚这样子 说的话 其他15分钟 也是一个很大的费用 对啊 对啊 而且最搞笑的是 15分钟 然后他还带我们 飞过那个 Hollywood的那个牌子 然后呢 还去俯瞰了 就是我们的 Universal Studio 整个 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去 然后他就让我们 先看了一个大概 真的很开心 后来 15分钟 一眨眼就过去了 那停下来的时候 我就跳下来 我就说 哎呀 这么快 15分钟就过去了 然后你知道 我先生讲什么 啊 幸好只有15分钟 因为他自己是一个 他的那个耳水 比较不平衡 他会就会晕啊 我们说 他坐飞机也会晕 坐车也会晕 坐船更不用说了 然后我就说 15分钟实在太短了 他就觉得 幸好15分钟 多蹭一分钟 我就蹭不下去了 所以 但是真的很难忘 很好玩 OK 那过后呢 还有什么 这样子 类似这样子 对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心里面最大的感触 就是 非常感谢神 因为你觉得 哎 我 好像之前我说了 好吧 我这个电视机 我自己用自己的钱买的 然后我借给机构用吧 那另外还有一次的体验 的经验 就是 有一次 有一个教会 他们要主办这个 原油会 或者说我们说的 筹款的一个 翻费 然后呢 他们有了 因为他们是英文教会 所以他们有了一位 英文的诗仪 他们还欠一个 中文的诗仪 他们就说 问我能不能去帮忙 他说 可能就是在几个小时 就好了 因为他们是一整天的嘛 他几个小时 看你的时间就好了 这样子 那本来我就很累 因为那天也要上班 去电台 然后我就想说 如果我不做的话 我回家可以好好地休息 但后来我想一想 哎呀 就是好吧 上帝嘛 我就慷慨一点 还是那句话 好 没关系啦 我就给你几个小时吧 抽几个小时吧 这样子 然后我就下班 真的是 因为我没有开车 真的那个还长途拔色的 又转地铁 又转什么车的 去到那边 去到那边之后呢 他说 我们这个有几个重点 你要宣布一下的 就是我们有个大奖 超级大奖 又是大奖 那个超级大奖呢 有很多很多的礼物 因为都是那些会友们 他们自己的公司 有一个是送了行李箱 有一个送了一个酒店的餐券 自助餐的餐券 那有一个呢 是那个灭文公司 灭从公司的 就是他们将自己的公司里面 有的东西 他们都拿出来 所以一长串 那个大奖的名单是很多的 然后他说 你就念这个吧 就吸引 就是吸引大家去 因为就是将用那个coupon 就是那个礼券 就是投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抽奖 进行抽奖仪式 大奖就是这个 然后我就 我就对念了 所以我还记得 有什么什么礼物的 然后我在那边 大概三个小时吧 就时不时的播报啊 然后准备一些歌曲啊 去播啊 然后到大概五点钟 他们说 应该也差不多了 你如果走的话 你要走 刚好有个姐妹 她来 然后我 我说 我可以搭你的便车回家吗 她说可以啊 可以 但是我差不多 好像五点钟 这样子要走 那我就说好吧 我问了教会的负责人 他们也说 OK啦 也差不多啦 你可以走了 这样子 那我就 谢谢他们啦 我就做了一个round up 我就上车就走了 然后我上车不久 我姐姐撥电话给我 因为她说 你知道吗 你刚走不久 就公布大奖了 然后呢 然后你得到大奖了 我姐告诉我 因为本来呢 我这计划是去玩的 还去吃的 去买东西的 所以我就买了 他们的coupon 当然也是支持他们 但是因为后来 我就答应了做主持 我就没有时间去逛嘛 我就知道 我没有时间去逛 所以我的整本 那个布子 我就只有 有什么是什么的 我就投进去 那个抽奖的箱里面 因为那个是最贵的 其实那个 但是我想 反正我都没有机会用 我就用了一本 去买一些东西 就是叫我姐姐 买东西 给我喝什么的 然后那整本 我就投进去写名字 那都要写你的名字 跟写调 然后号码就投进去 那个抽奖箱 然后我就走了 我也忘记 然后你抽到了什么 我抽到了大奖 是什么 我姐姐说 你知道你抽到了什么吗 你有行李箱 你有什么什么什么 我说我知道 就是所有的东西 集在一份里面 对 哇 我说我知道啊 因为我去到的 我马上得到的第一份 我的讲稿 就是念这个 大奖的名单 我真心觉得 上帝真的很爱你 而且呢 给你的东西 是超乎你所求所想 对 对那一刻你知道我很惭愧 我觉得 我自己那个心态是 好吧好吧 我就 我不懂是敷衍 教会呢 还是敷衍上帝 我觉得好吧 我就给你几个小时吧 就只有这么多了 很好啊 我就自己给你三个小时 你自己看得怎么办吧 但我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 你以为你很伟大了 然后我抽出我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我都不回家了 我来做这个事工 但上帝给你的祝福是从天上倾倒下来 是 你丰盛的满意出来 两只手都装不完了 我觉得你用满意这个字是真的 因为它是 多多瘦啊 对呀 瘦都两个手都紧不住啊 对 那种感觉 所以从今之后好像你说的 不要以为你很伟大 上帝比你更伟大 你以为给了这些就是你的一个牺牲 你的一个付出吗 但是上帝的祝福不只是这样 对所以最重要就是 你要先亲近你这个 给你很多礼物的这个爸爸 对 而且呢 也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放什么在最守卫 是 你觉得你是牺牲 但其实不是 你是得到很多 哇 我觉得小兰 你这两个就是经验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分享 很好的见证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是 也做任何事情 你真心去付出 真的不要去想太多 而且不要计较 就是那个什么 得失啊 我好像又少了几个小时休息啊 我好像就很伟大 很牺牲 这样 其实不是 你不要有这个得失心 因为当上帝要祝福你的时候 你真是挡得大不了 哇 非常感恩 那在下个星期 我们的恩欲彩虹 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感恩的事情 更要一起来数算恩典 好 我们下个星期天 下午四点钟 恩与彩虹见 中文字幕志愿 在美丽的高山 或是躺我在 阴暗的遥辜 当你抬起头 你将会发现 如意为你我而预备 无论是住在 美丽的高山 或是躺我在 阴暗的遥辜 当你抬起头 你将会发现 如意为你我而预备 云霜太阳 它总不改变 虽然小雨洒在脸上 云上太阳 它总不改变 它不改变 作词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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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盐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 或是藏我在阴暗的游户 当你抬起头 你将会发现 只以为你我而预备 云上太阳 它总不改变 虽然小雨洒在脸上 云上太阳 它总不改变 它不改变 云上太阳 它总不改变 虽然小雨洒在脸上 云上太阳 它总不改变 它不改变 云上太阳 云上太阳 它总不改变 云上太阳 這個意义 云上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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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